中方掌握孟宏伟家书要求孟七单独见面,国际刑警组织前主席、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,被中共秘密抓捕后,他的妻子格雷斯孟Grace Mann一直在海外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她丈夫的下落和现状。 日前孟七对外媒,透露中共官方曾要求与他单独见面,并称他们手上握有孟的家书广告。据美国之音19日报道,孟宏伟的妻子格雷斯孟日前透露称,孟宏伟回国后被秘密抓捕的是曝光,后中共外交官曾秘密联络他,说掌握着孟写给他的信件。 但Grace Mann回应趁自己不会在没有律师和记者在场的情况下,与中共外交官见面,他要求中共外交官加孟的信件,转交法国警方今年9月底,孟宏伟回到中国大陆后突然与家人失去联系。 住在里昂的Grace Mann便向法国警方报警,并召开记者会,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孟的下落,其后北京当局被迫向外界宣布孟宏伟涉嫌社会违法,正在接受调查Grace Mann之后多次接受外媒采访。 他声称自己向法国警方报警后,曾接到过恐吓电话,被威胁说在比利时有两个小组一直在盯着他。 最近他还表示自己现在不能确定孟宏伟是否还活着,为了确保居住在里昂的Grace Mann一家的生命安全。 全法国警方对他和他的孩,自采取了保护措施Grace Mann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,还用英文抨击中共政府残忍,肮脏和愚蠢什么都做得出来没有底线,对所有的中国人都一样出于保护其安全的考虑。 英国广播公司在播出对英格雷斯·孟的专访报导时特意对他的面部画面进行了技术处理。 支柜文 library。